Hello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怪兽电影 《异形魔怪4》 一群矿工正在山洞里进行作业 突然全部遭到了未知生物的袭击毙命 矿井闹鬼导致小镇上的人都走得七七八八 没有人想拿自己的姓名开玩笑 但矿井老板并不想放弃 毕竟一个矿井关闭会导致多少财产的流失 他仍然坚持要找矿工去调查真相 这无异于事让他们去送死 不过进入山洞调查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老板想重启矿井 由于太阳下山 众人只能在附近安影扎寨 没想到异形就在此刻从土里钻出来袭击了他们 他们没有眼睛 仍然是依靠声音辨别猎物的方向 回到杂货店后 老板决定悬赏召集火枪手 去猎杀怪物 没过多久 一个白发枪手就来应聘了 他们在温泉中发现了几个弹壳 其中一个已经破裂 还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老朋友的头颅 他们给老朋友搭了一座幕后 前去车站歇脚 却在熟睡的时候 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马车全都被吓跑了 他们没办法离开这里 幸好车站的后地板 怪物无法穿透 众人赶紧发送电报 到杂货店求救 但是 敲击按钮的声音 让聪明的怪物将木地板拆了 然后破土而出 差点把其中一个人给吃了 幸好白发男和老板的猛烈炮火 将他给赶跑了 可是木板已经被怪物揣得差不多了 他们将无处可藏 突然 怪物猛地钻出吞噬了白发男 这一下 身枪手死了可砸整呢 他们子弹也用光了 索性在货店老板娘收到电报 赶来救了他们 老板用自己的金表 给所有人换来的选套装备 每人一把枪和一个大炮 老板成功用大炮干掉了一只 但是下一只异形很快就学习到了这一点 直接把大炮咬住拖进了土里 这下 他们丧失了能够杀掉异形的武器 砸货店一个机制的员工 将长锯塞进土里 然后敲击发出噪声 引怪物过来 没想到他冲的速度太快 竟然直接撞上去被切成了两半 众人用紧剩的炸药做了一个火药桶 直接把怪物炸得四分五裂 这个炸成汁也太恶心了 消灭了怪物后 小镇得以重新开放 老板的矿井也能够继续施工了 他决定要留在这里 将这个美丽的小镇发展起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打怪兽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评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内采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